我觉得章鱼烧基本上可以说说的主修 最好一剩太多了一波 你要开章鱼烧这个 这是我最终极的目标 这次我还蛮有信心的 等定要成功 天啊 章鱼烧没有吃过满色章鱼烧 耶 现在呢就要去买章鱼 太章鱼 太章鱼烧了 太奇怪了吧 话说话说 因为虽然我平常很少下厨 但是呢 我觉得章鱼烧基本上可以说是我的主修 虽然我没有真正的操作过章鱼烧 旁边已经笑到不行 我跟你说 因为我几年前迷上一个手机的游戏 他就是在章鱼烧做章鱼烧的 在第一天呢 我就把所有的关卡都破管 之后我都会定期的去练习它 然后定期的想要再突破自我 所以呢 我一直在心中埋下一颗种子 就是觉得我有这么多练习的经验 如果实际操作章鱼烧 应该也不是什么大问题 今天就决定要来实际操作一下 哈哈哈哈 自己想的都心虚 好啦 所以现在呢 我们就要去上瘾水产买章鱼 好期待哟 希望可以找到章鱼 出发啰 就绕了一大圈 竟然没有章鱼 怎么会 但是看到很多套餐 好险最后在隔壁的台北渔市 成功找到了小章鱼 顺便也买了一些配料回家 买回来啦 太好了 现在材料都有了 哇塞 哈哈哈 最好就太多了一波 你要开章鱼烧去 最终极的目标 然后因为要做章鱼烧嘛 所以还是需要一些道具啊 或是酱料什么之类的 所以 一口气把全部都给买齐了 这个很难买 这个超难买的 我上网之后很多都缺货 好险重要我发现 就是这个 章鱼烧面糊糊 它这个是 你看它这个嘴巴有个洞 面糊装进去之后就可以这样 诶 诶 诶 哦它会这样 是这样倒 好 很可爱吧 哦 酱料壶 就把那个我买的酱料什么放在里面 这样挤的时候 更顺畅 还有 我油气 这好不好 细节都很重要 厉害的章鱼烧师傅 一定要有一个属于自己的 加达 我跟妳讲 刚才在买这个的时候 我还就是 左右选择 给了个特写 对 哇上面一个章鱼耶 很可爱吧 因为我不晓得是要选那种尖的 还是有这种 你知道像箭头形状的 比较了很多天之后 我还是调一个箭头形状的 因为它贵10块钱 我觉得应该是比较好用吧 蛤 海苔粉 这个一定要 这个 游戏里面也是要撒这个粉 还有当然是最重要的这个 章鱼烧粉 这也太方便了吧 你就不用自己去买什么面粉啊 调皮粒 这个章鱼烧粉给它吹下去 还有 美乃滋 其实我自己平常是不敢吃美乃滋的 但是因为那个游戏里面是有美乃滋 所以我就买了 还有当然是 章鱼烧酱 还有哇沙比 OK 差不多是这样 好 接下来呢 就要来 开始备用啦 下一次的配料我买了火腿 起司还有玉米 把小章鱼放到滚水里面煮一煮 切成小块备用 就可以来调面糊啰 他是说 250克的粉 加上800ml的水 然后两个蛋 但是呢 因为我们的那个碗 都没有到可以装800ml那么大 我决定把它们都砍半 那我就是400ml的栽粉蛋 失色不用买到搅拌器 失色不用买到搅拌器 125克 总之 终于可以开始操作啦 哦 嗯 电玩的速度应该更快一点吧 这个 应该很快就会fire 这样 抹好油之后 倒上第一层面糊 老实说 这个章鱼糊 非常的难控制 好像倒太多了 但应该也没差 接着呢 就放上一些想吃的配料啦 章鱼一定要 还有玉米 跟刚刚切好的火腿 还有起司 然后淋上第二层的面糊 等它熟就可以咯 再给他点时间 啊 对 我应该是太早到第二次了 不是 你第一次到 到九分满了 应该不是这样 但是我原本是期待 我第一次是要只到 戴三分满 只是它就是一个 没事没事 都没有包在一起耶 怎么会这样 等了很久一直都没有熟 所以在翻滚的过程中 非常的不顺利 而且翻完之后 看起来每颗都长得好可怕 但至少最后是成功的翻面了 现在就来装盘 挤上最后的灵魂酱料吧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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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是燒魚燒味道沒錯嗎 那是魚醬的關係 沒有到令人驚豔的好吃 就是賣相差了點 好 這次我還蠻有信心的 我不做太多 我就做六個 這次會成功 肯定要成功 這兩個是有起司 然後這些都沒有 起司好像不適合 起司下去有點太鹹 原來是那個奶有個奶味吧 之類的 知道差點要吐了 因為你不吃奶嗎 應該是那個奶味 可不可以 天啊 從沒有吃過蠻吃的章魚燒 這次我只要加那個哈姆跟魚 你不要章魚 你不要章魚 我覺得可以放 真的嗎 不然我放三個章魚 畢竟人家叫章魚燒 後來不小心又多倒了一顆 所以總共做了八顆 第二次挑戰 在麵糊跟配料上面都做了調整 所以翻滾起來就順利多啦 這次怎麼樣啊 只有完美 裝盤囉 你看 圓圓的 香喔 終於可以吃晚餐了 過了三個小時之後 終於可以吃晚餐了 章魚小丸子請慢用 好吃 結果我吃到就對了 上一盤太可怕了 就是了 按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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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uthoritarian 按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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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 按讚